欢迎大家来到由长沙原响科技公司推出的 一周搞定系列之C语言 我是朱奖老师 尤凯 今天我们讲到第五章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我们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讲解 我们首先讲解关系预算符和关系表的事 然后讲解逻辑预算符和逻辑表的事 在这两个的基础上再分别阐述EF语句和Switch语句的用法 最后程序进行举例 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关系表达式 关系表达式是由关系运算符构成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有以下六种关系运算符 小于等于小于大于大于等于等于和不等于 用关系运算符将两个表达式连接起来的式子 称之为关系表达式 你比如说A大于B这是一个关系表达式 A加B大于B加C这也是一个关系表达式 A三负值于A大于B五负值于B 这也是个关系表达式 那么关系表达式的值是一个逻辑值 也就是说它这个关系是成立还是不成立 成立为真不成立为假 真在C语在计算机里面表达的值为1 假表达为0 C语言里面是用1代表真 0代表假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包含有逻辑语 逻辑货和逻辑非 逻辑语表示 我们看个例子 A逻辑语B 若A和B这两个条件都为真 则A逻辑货是为真的 逻辑语也就是表示两个条件或者多个条件同时成立的时候才真正成立 而逻辑货 就是只要条件有一个为真 则整个条件都成立 你比如说A和B逻辑货 只要AB之一有一个条件为真 则A逻辑货B整个条件就为真 逻辑非就是取反 如果A为真 则非A为假 如果A为假 则非为真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可以举一个这样的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你比如说我们想使用判断语句选择做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就要根据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我们可以这么讲 你比如说假设我口袋里面的钱大于5块 那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关系表的事 如果钱大于5块 比如说我定一个变量A 它就等于我口袋里面的钱 如果这个A大于5 我可能去吃个盒饭 否则的话 我可能就吃个馒头 逻辑语是什么意思 逻辑运算符是什么意思 当我口袋里的钱大于5 并且我很饿 我才去选吃吃饭 这就是逻辑语的关系 如果说逻辑或是什么 我的口袋里面有钱大于5块 或者我想吃饭 我都会选择吃饭 只要有一个条件成立 整个条件就成立了 逻辑语语识当两项条件都成立 最终的结果才会为真 那么这个逻辑表达式和前面讲的关系表达式 往往用在 依附语句或者Switch语句 它们用来作为判断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举个例子 是A等于4 B等于5 那么A的非 的值为多少 为0 也就是假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这里来 写个程序 写个程序 A等于4 B等于5 我们来定义两个变量 inter A B A等于4 B等于5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来验证前面的 这个逻辑表达式 关系表达式 比如说我们打印出来 printf 百分D 打印谁呢 我请问A 大于B吗 A大于B 这样的一个判断的结果 用 整数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看它的速度 结果会是多少 get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我们直接点击运行 输出来的结果是0 也就是A 大于B 不成立 A大于B 是不成立的 对吧 因为A是多少 A是4 4是不大于5的 所以4大于5 不成立 输出来为0 那么 我再判了一下条件 假设我不将条件改一下 A改成6 那么这个时候 会是多少呢 我们来直接 这个时候我们数字的结果是1 数字的结果是1 说明这个A大于B 是成立的 A大于B 是成立的 那么A等于B吗 等于是双等号 A等于B吗 我们来看一下A等于B吗 A等于B 这个条件是不成立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大于 小于 大于等于 等于 小一等于 等 这几种运算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关系表的是 我们再来看一下 逻辑表的是 这个非A是多少 非A的非 我们这里改为4 A的非 A是4 非A是0 将逻辑4取非 它是0 因为4 4跟1是属于同一类型 都属于逻辑真的 逻辑真的 好 我们再来判别整个条件 A 逻辑或B 我们来看一下 给一个条件 A 大于B吗 A大于B吗 或者 或者 两个竖线 键盘的这个F11 这个键下面 这个竖线在那 在这个F1线下面 或者 A 小于B A 这个里面来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讲了 A大于B 这是肯定不成立的 或者 逻辑或 A小于B 也就是说 只要满足A大于B 或者A小于B 那么这个东西就成立了 就成立了 就是逻辑或 那么只要A不等于B 那么这个输出 应该都是为输出1的 我们看到这些 我输出1 唯有一种条件 什么条件 两个都相等 它输出来怎么办 输出就为0 对吧 因为A 大于B也不成立 A小于B也不成立 所以整项条件 都为0的话 整个条件就不成立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逻辑语 逻辑语是什么条件呢 我们重新改过来 逻辑语就是A大于B成立吗 它如果成立的话 再来判断 A小于B也成立吗 如果两个条件都成立 的话 整个条件才成立 我们来运行一下 一定是 结果会为0 为什么 因为A大于B成立的话 那么A小于B就一定不成立 所以这个是很等于0的 很等于0的 好 这就是逻辑语语 好 这些逻辑表达式和关系表达式 在这个异负语句进行条件判断的时候 是广泛用到的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问题要注意 在逻辑语的情况下面 如果前面有一项条件不成立的话 后面就不会再进行判断 你比如说 当例子 M负值 谁负值 A大于B负值给M C大于D负值给N 如果A等于1 B等于2的话 那么A大于B吗 不大于 那么这个逻辑的 关系运算 表达式的结果会是0 那么0的话 M把0负值M 所以M就是0 那么0的话 逻辑语语语 当两项条件都唯一的情况下 它才会成立 既然已经有一项条件不成立了 那么后面 就没有再计算的必要 所以最后 我们就会发现 M负值 谁负值 C大于D的条件负值 结果负值给M 这项局是不会执行 因为前面就已经不成立了 所以M的值 它是保持原值 而不会更新的 好 我们在这里用一个关系 逻辑表达式来表示运年的条件 那么什么是运年呢 运年是符合下面两个条件的 任何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能 该年份能够被试诊除 但不能够被100诊除 第二个条件 这个年份能够被试诊除 又能够被400诊除 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之一 它都可以 那么我们来怎么来表达这样的条件 我们来看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答案 能够被试诊除 能够被试诊除 又但不能够被100诊除的 我们在这里判断 这个两个条件 能够试诊除和不能够100诊除 是要同时成立的 所以这里要用到逻辑语 业 用试诊除 就说取模 用试取模 取模取完之后的结果为0 余数为0 那就是备试诊除了 并且逻辑语 这个业年份 与求模100 也说不能等于0 不能被100诊除 这是第一项条件 第二项条件 备试诊诊除 又能备试诊诊除 又能备也是同时成立 那么业这个年份 被4求模等于0 逻辑语业被400求模 也等于0 好 这两个大的条件 又是什么关系 又是逻辑诊诊的关系 因为只要两个大的条件 里面任何一个条件成立 这个年 年份就是育年 所以我们最后的一个答案 就是两项条件之后 再逻辑什么 逻辑诊诊诊诊诊 当然在这个最后的一个答案里面 这个页 取模400等于0 这个里面 我们进行了一个优化 为什么优化 因为一个页 一个年份 能够被400取模都等于0的话 它是一定会被谁 被4取模等于0的 所以这个前面这个条件 就没有必要再加上来了 最后的一个答案 就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来 掌握了前面几种表达 我们来看 一符语句 一符语句里面 这个一符 括号 有个表达式 就是填充我们前面讲的 关系表达式 或者逻辑表达式的 二 一符语句有三种体现形式 第一种体现形式 就是一符 我们举个例子 给定两个数 x和y 输出那个最大的数 是最大的数 如果x等于y的情况下 则两个数都输出 好 我们这个时候 用一符语句怎么做 一符语句 也就是这个意思 当括号里面的表达式 为真的时候 接下来的语句 就会 被执行 当为假的时候 就这条语句 跳过去 不执行 不会执行 所谓的真 就是非0 都是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怎么表达 我们可以这么写 如果x大于y 则输出x 如果y大于x 则输出y 如果x等于y的话 则输出x等于y 等于多少次 就两个都输出 有三条一符语句 完成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三条语句 打印的时候 就会根据前面的条件 来具体 确定是否 而我们再看 一符语句的第二种 叫做一符语句的 一符 else结构 一符 else结构 是什么意思 如果表达式 括号里面的表达式 成立的话 则执行语句一 也就是条件成立 执行语句一 否则 else执行语句二 什么意思 判了一个条件 成立 做一件事 做语句一 不成立 那么 如果他这个括号运算服务 不成立 那么一定会做语句二 也就是说 从这个字面上来 这个理解来看的话 语句一和语句二 每次只能运行 某一个 但是两个 至少有一个会运行 因为你不落在 一符这个表达式里 就一定会落在 else 就是否则 其他情况 好 我们来用同样的 这个表达式来 完成刚刚讲的例子 我们来看看 如果 x大于y 则输出x 否则的话 那么否则就有两种情况 哪两种情况呢 一种情况是y大于x 一种情况是什么 y等于x 所以在else这个情况里面 又进行了一个判断 这个就是后面讲的 这个嵌套 判断 if语句的嵌套 这个ifelse 嵌套在这个else里面 构成一个语句块 我们称为复合语句 好 在这个其他的条件里面 又进行判断 如果y大于x 则输出y 否则的话 就将两个都输出 同样可以实现 我们刚刚要求的那个 这个内容 我们刚才说了 给你两个数 输出最大的那个数 如果它两个相等 则都输出 好 我们再看 if语句的第三种结构 这个ifelse ifelse else 它与前面不同的 在else里面再加了if 构成了else 的语句 那么这是 这个 这种表达 可以适用于那种 多种情况 多种桓段的 这个场景 那个场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的用这个语句 来表达我们前面的一件事情 如果 x大于y 则打印x train of x 把x输出来 否则的话 否则的情况形面 如果 else 如果y大于x 则输出y 再否则的话 那么也就是下面两个条件都不准理 再否则的话 那么肯定是x和y是属于什么 相等的情况 这个时候将两个数都进行输出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例子 判断两个数 并且 输入两个数 并且判断两个是否相等 我们来看一下 定义一个变量 inter ab 此时此刻用scanf输入a 再用scanf语句输入b 然后进行判断 如果a等于 等于是双等号 等于b的话 printa等于b 否则情况下 printf a不等于b 好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你输入 这个请 这个输入inter integr a 你输入12 然后又跳出一个窗口 你又输入12 这时候就会跳出一个 答案 a等于b 好 输入另外一个结果 那么输入一个答案 a不等于b 好 还有一个例子 判断输入字符的种类 那么字符用哪几种 一个是空字符 一个是数字 一个是大写字母 一个小写字母 等等 那么我们这里也是进行了一个判断 用的是if else if的这个结构 那么我们就看定一个变量c xc xc得到当前输入的字符 用getx函数得到键盘输入的 字符 然后进行判断 如果这个c的指小于32的话 则输出这个字符是一个控制字符 如果else if 如果它在小于32条件不成立的话 再问它是否落在这个数字a和数字9之间 那是否落在9之间 如果是的话就输出这个这个字母是一个大写字 如果它落在是一个小写的a或者z里面 就输出这个字母是一个小写字 else当四项所有的条件都不成立的话 就落在else里面 就输出这个字母是一个其他的字符 我们运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是这样的 你敲入一个8 它会告诉你这是一个数字 敲入一个h 它会告诉你这个小写字母 敲入一个f1 它会告诉你这是其他的字符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输入两个时数 我们所谓的时数就是带辅点型的小数 按照有小到大的讯取输出 那不管你进入输入的时候是怎么输入的讯取 但是最后输出的时候是从小到大排出来 两个数 那么这两个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代码 输入两个数给变量a和b 然后如果a大于b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个输入的数大显 后面输入的数小显 则将a和b进行交换 大家会发现这个左夸 发挂号和右发挂号扩合 扩的是一个物合语句 它是跟在if a大于b的情况下面 整个复合语句被当成一条语句进行执行 全部执行 那么这个执行就是进行交换 用中间变量t来作为转手 进行交换 比如说把a的直线给t 然后再把b给a 然后再把原来的t再给b 就进行了一个交换 最后再将a和b输出 此时此刻a一定是最小的 而b一定是最大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输入3.6和-3.2 那么3.6给了a -3.2给了b 但是经过程序运行之后 这个a肯定会换成-3.2 而b换成3.6了 输入三个数 有小处也是有小到大进行输出 那么这个语句 那么希望大家自己看一下进行理解 我这就不细讲了 好我们前面讲了 一复语句还可以什么欠套 也就是将一种判断条件欠套在另外一个语句 执行语句的这个复合语句里面 你比如说我们的一复条件一成立的话 我在这个条件一里面 还要判定条件二是否成立 如果条件二是成立的话 就执行语句一 否则执行语句二 这就称为欠套内欠 好这里还有一个if else的配对原则 当确审这个左括号和右括号的时候 else总是与他离他最近的未配的的if进行配对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这个else与谁配对 这个else与前面的if配对 比如说if v1的非 就与这个语句进行配对 比如说ve的非不成立的话 就执行else 好我们现在举个这样的例子 这是一个复合函数 比如说我们编写一个程序 输入一个数字x 当x这个数字x小于0的时候 我就输出y为-1 如果x等于0的时候就输出y等于0 大于0的时候就输出为 y输出为1 好我们来编写这样的语句 我们第一个我们用if语句来编写 好我们把这个里面引掉 进行两个变量 x和y 输入一个x 输出一个y 输入x 4个f 3个f 1 比如说我们以整形数据进行输入 输入到哪里呢 输入到x里面 记住这里一定要加地质符号 好 输入完成 好 输入完成之后 我们接下来干一件什么事情 就根据x的值来输出y 比如说如果 1 如果x小于什么小于0的话 打印一个语 paint pain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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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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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需要 そして.. 好 paintf 我 希望, 等于抗 变成 if 因为你希望他兜这辈子 那么如果他等于0的话 我们再来进行输入 如果他等于0的话 等于是双等号 那么Y等于多少 Y也等于0 这时候再把Y输出 如果说X什么 大于0的话 那么Y等于多少 Y等于1 再把Y输出 这样运行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等着我输入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1 不是输入-1 不是这么多 抄一下 那么他告诉我 Y等于-1 是对的 是吧 因为Y 因为X输入的数是一个负数 所以Y等于-1 我们再来输一个 输一个0 他告诉我 Y等于1 Y等于1 好我们再输入一个随便输一个什么数 他告诉我Y等于1 这个就实现了刚才这个函数的这个结果 好 我们通过这个语句我们还可以发现 这是每个衣服与具都都要执行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可以进行一个优化 把什么优化的把这个值怎么办抽取出来 这个值抽取出来 那么这里可以不要运行 对 好 那么不要运行的话 那么既然不运行我只要运行 那么也就是说每个条件里面我只有一条语句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括号都去掉 这都是可以的 那而且我可以接到后面 为了好看 我可以接到后面 也说最终我可以写的程序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运行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我输一个Y 这个34就是Y等一 答案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用ifelse 结构来进行编写 好 我们来看 我输入一个数X 输进来 输给X 那么我用ifelse怎么换的呢 我们可以这样讲 如果 Y X小于0 那么Y等于-1 else 否则条件下 我再进行把这个扩起来 扩起来 扩起来什么 因为这个 在X小于Y不成立的条件下面 我还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 要么X等于0 要么X是什么大于0 对吧 所以我这里 这里还可以这样改一下 这样子也是没问题的 ifelse 一负 X小于0 Y等于-1 否则的话 再来判断 它是否等于0 等于0的话 Y等于0 否则的话 就一定是什么 大于0 然后就Y等于1 而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来运行一下 你比如说 我随便给一个什么数 我-23 给出来 Y等于多少 Y等于-1 我输一个0 Y就等于0了 是对的 好 再用什么结构的 用ifelse结构来进行编写 这样子 来 我们更加 方便点 ifelse else if else if怎么 X等于0的话 Y等于-1 Y就等于0 否则的话 怎么 Y就等于1 好 这里都不要了 如果X小于0 Y就等于什么 -1 else if x等于0的话 Y就等于0 else 我们来运一下 数一个数 这样子 Y就等于 是对的 再数一个 数一个 数数 数数 Y等于-1 好 那么我们会发现 基于这样子的三种结构 它实际上都能实现 我们题目的要求 书写的难易 繁杂程度 也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 以后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灵活选拟 好 还有一种 叫做条件运算符 条件运算符 是这样子的 判断表达是1 的条件 如果表达是1的条件 是成立的话 那么 就负值给 这个表达是1的 这个结果 就负值 把表达是2的结果 负值给表达是1 否则就负值 把表达是3的结果 负值给表达是1 那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前面这里举的例子 它实际上对等于 这样的语句 如果a大于b的话 那么就把a的值 负值给max 否则的话 就把b的值负值max 只是一种简写 用这种表达 简单一点而已 这里举一个例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switch语句 switch语句跟这个if语句 同样都是用来进行条件判断 然后控制具体语句的执行 但是switch语句与if语句有所不同 它所谓的判断这个条件 不是用关系运算符去判断的 而是判断一个表达式 switch表达式 然后这个表达式 当这个表达式的条件 值等于case 什么情况 等于常量表达式1的值的时候 那执行语句1 等于表达式2的时候执行语句2 等于表达式n的时候执行语句n 当这所有的条件都不符合的时候 这执行default语句 就是默认语句 执行语句n加1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根据考试的成绩的等级 来输出一个百分之的分数 那么我们来看 不同的等级就可以打印不同的分数 那么我们给的一个表达式 是一个变量great 当这个变量值落在 如果值等于a的话 那么就打印85到100 如果是b的话 就是70到84 如果是c的话 就是60到69 d的话 就是小1 小1就是default 就是a b c d 这些情况都不成立的话 就告诉我 你输入是错误的 这个switch的语句的用法 好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 某运输公司想对运妇进行运费的计算 它是这样计算的 它基本上设计运妇 设计是希望路程越远 每公里的运费越便宜 这样方便于这种长途运输 就值扣就会越多 那么它设计了下面的一个这个运算的 运算的规则 当它 当路程s 小于250 千米的时候 公里的时候 它的价格是没有折扣的 当这个路程是落在250到500的时候 它的折扣是2% 当它落在是500到1000的时候 折扣是5% 落在1000到2000折扣8% 2000到3000折扣10% 折扣越高 优惠越多 而是大于3000 统一折扣都是15% 然后整个用费 它是这样算的 基本运费P 乘上货物重量 乘上个路程 再乘上一个折扣 所以大家会发现 折扣越高 你比如说 15%的折扣 1减15% 减去0.15 那么这个系数就越小 越小的话 最后总用费的话 就会优惠一些 好 这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运算方法 那么根据这样的运算法则 我可不可以做到 某某用户 他输入他的路程 以及他的这个负物重量 我就可以很很快的 就可以算出他的运费出来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 实际上是可以 可以做到的 我们第一种方法 是按照题目意思 直接来做 那么我们可以用 用if语句来去判断 我们前面 用if语句很容易实现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if s 小于250 我们就怎么怎么样 if else 大于等于250 并且逻辑于s 并且逻辑于s 小于500 这个就享受2%的值 这是很容易实现 那我们这里想个办法 用这个switch来做 那么switch来做 我们就发现 要进行一个变化 因为switch是对一个特定的值 进行判断的 那我们会发现 所有的变化 都是250的整数 我们刚才讲了 这里都是250的整数 s都是250的整数 落在第一个250 它就是没有值 超过一个250 并且在第二个250之间 它就2%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设计 我们根据定一个变量 c 这个c等于s除上250 那么根据这个c的值 来判断这个值 我们就自然而然就转换成 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个c小于1的情况下 没有值 c在1 并且写c大于等于1 小于2 值购为2% c大于等于4 小大于等于2 小于4的话 值购8% 依此类推 那么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关系 来编写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最后编写一个这样的程序 编一个变量 intcs 然后输入 然后定一些变量pwdf来计算运费 然后输入pws 然后我进行判断 如果s大于3000公里的话 那么c直接等于12 否则的话c就等于s输入的s除上250 因为我们的c是成整形的 所以不会保存小数点 小数点全部会略掉 然后根据c的10 switch c 当c落在case 落在0的时候 这个值扣d就等于0 就没有任何折扣 当switch落在1的时候 折扣就为a 当c等于a 或者c等于3的情况下 d就等于5 折扣为5 然后break 跳出循环 当是落在4 5 6 7的情况下 折扣d等于8 当折扣 当c落在8 9 10 11的时候 折扣d等于10 最后 就是12了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s大于3000 c都是等于12的 那么d就等于15 有这样的一个算法 最后再把这个d放进来 放进来 进行一个整个运费的计算 就可以算出我们这个车的运费出来 这里是用switch进行一个阻力 好 我们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练习题 大家可以用if语区 或者switch的语区来完成 以下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输入三个整数 ABC 那么我又求你去判断一下 这三个整数 由这三个整数构成的三角形 当然你要输入进来 是能够构成三角形的 请问 它是属于顿九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还是位九三角形 判断之后 再将结果输出来 第二个题目 输入一个整数 判断它能否被三五七整数 并输出以下信息 第一 能够被三个数整数 第二 能够被其中两个数整数 第三 能够其中一个数整数 并且指数是哪一个 第四 不能被这三个数 任何一个数整数 大家通过做这两个例子 把它完成 就能够把今天讲的内容 全部掌握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